这是今天已给人触动最深的案件 根据真实事件改编 看完之后引起强烈不适 1988年震惊全日本的残忍谋杀犯罪 号称日本十大凶残案件之首 凶手在花一般的年纪 却拥有恶魔般的内心 该案件曾多次被改编成了影视作品 并间接促使政府修改少年法 此案便是林赖水泥案 经典篇章 剑池紧固的杀人 背景引用水泥藏尸案 三年前 一具女士被发现以水泥密封在原柱油桶中 死者名为小真理 17岁 被三名未成年少年非法监禁41天 强奸 殴打 焚烧 水刑 绞刑 低落 派人听闻的残忍暴行后 小真理几乎丧命 案件基本断定为事实性杀人 原因在于女孩并不是虐待致死 而是在逃生过程中失足身亡 从事实结果上来看 死亡和三位少年无关 案件在日本掀起轩然大波 有求律师真诚悔过 完美的超能力 未成年人保护法 层层保护之下 最终仅判主犯入狱三年 两位从犯前往少年劳改所忏悔学习 如今三年已到 主犯独岛即将出狱 这天 胡同高中迎来新的转校生 黄毛 男孩帅起多心 最近三年都在国外留学 流利的英文瞬间成为少女的追捧对象 此时 剑池大叔却忽然来访 大叔的表情有些落寞 强颜欢笑打听有关黄毛的消息 当听到男主说纳固子弟的做派 大叔忽然有些沉默 要求男主帮自己多留意黄毛 不要对任何人说起自己今日暗中调查 大叔离开学校 却不知这一切都被黄毛禁收眼底 离开学校的大叔带着祭匹拜访某家 依照赫然是三年前的死者小真理 原来 小真理曾经是剑池最喜欢的剑道学生 女孩乐观向上经常串门 剑池全家都很宠爱这名学生 三年前的残酷案件正是由剑池负责 当亲眼目睹残忍的死亡现场 大叔怒不可遏 恨不得当场把三人碎尸万段 为了减环受害者亲属的悲痛 这三年大叔每周都会来看望亲属 对死者妹妹小奈照顾有加 耐心进行心理辅导 如今三年过去 死者亲属终于开始走出阴霾 妹妹不再需要心理辅导 父母从丧女之痛走出 小真理的男友雄大化悲愤为力量 成为一名极恶如仇的警察 但是 坚持大叔今天的心情依旧非常糟糕 三年前的主犯在今日释放出狱 这会导致小奈再次崩溃吗 怕什么来什么 温馨的氛围被人突然破坏 门外来了两位不速之客 胡森 于奇 优秀律师胡森 当年是凶犯的辩护律师 强烈主张未成年人不需要承担法律责任 于奇 参与水泥藏尸案的从犯之一 在少年劳改所接受教育 胡森律师上门拜访的目的很简单 案发后死者父亲曾向三位前授提出了民事诉讼 主犯独岛入狱 从犯黄毛家世显赫 在劳改所待了一个月就被释放 能上门恳求原谅 小奈突然紧取失控 自己上周还看到于奇和胡森狗有心笑打闹 在法庭上露出真诚回国认真反省的姿态 结案之后 反而把杀人当作吹牛的资本 这种人凭什么道德绑架寻求原谅 头顶烈日言言 坚持回想到男主对黄毛的评价 内心反而感受到一股恶憾 少年法的必要让他们根本就不会忏悔自身罪恶 那么死者亲属又会作何感想 三年的时间转瞬即逝 而乐观生活的死者却永远不会再笑了 打听到黄毛的顽固 得知与其不思悔改 剑持准备去见刚刚出役的主犯 独岛 剑持看到独岛的第一眼心中就凉了半截 这种玩世不恭的态度 眼神中丝毫没有悔改之一 大叔喝下冰水 二来到屋外的长椅上 毫无回忆大放厥词 三的改造完全失败 剑持忽然想起那个笑容甜美的女孩 握紧双拳 死死盯着独岛离去的背影 当天深夜 两声枪响滑和寂静的夜晚 第二天 明智和熊大立刻赶往案发现场 受害者独岛 肩部和幼儿中弹受伤 案发现场发现一落凶器 赫然是警示厅配备的左轮手枪 警示厅的没把手枪都有固定的编号 体配之后 竟然是剑持大叔的贴身配枪 同时 剑持的手机可以关机 离奇失踪无法联系 本次案件过于蹊跷 明智联盟携手男主共同调查 二人难得统一战线 死者是大叔的学生 昨晚大叔明确说过 三位少年诚挚强度不够 首相和大叔的身份匹配 离奇失踪更是无限放大嫌疑 虽然大叔是目前最有嫌疑的人 但二人坚信 大叔绝对不会动用私刑杀人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 大叔此刻也许会有危险 二人立刻询问受害者口供 独岛却一口咬地凶手就是大叔 虽然高大的人影自己没有看清面貌 但昨天和大叔见了一次 当时那个眼神 他绝对想要杀了我 独岛连忙掏出电话提醒于奇 连续两次 于奇电话始终无人接听 另一边 回到学校的男主当众挑明黄毛嫌犯身份 此时熊大和小奈双双到场 大叔神秘失踪 独岛枪击受伤 下一位死者很可能就是黄毛和于奇 熊大迫切想要锁定黄毛的证词 但很可惜 赵也被胡森律师贴身保护 以正当免疫拒绝了警方的询问 几乎在同时 某家酒店的浴缸中 水楼头不断放水 水面之下于奇双目瞪圆 第一位死者出现了 死者于奇 三年前凶案的从犯之一 死者全身被绳索固定无法动弹 按发现场 呈现出一种诡异的水形拷问 第一发现者是酒店的工作人员 水流溢出了房间 浴缸中有死者的手机 凶手遇害 后方的小奈却露出甚然的诡异微笑 姐姐三年前被凶手残忍虐待 浴缸窒息 只是他们玩乐的一种方式 与其死得其所 只恨自己没能亲眼见到 人渣痛苦挣扎的冰死之态 经过调查 浴缸中的手机就有一则来电通知 打电话的人正式读到 读到在院前后共打了两次 第一次被人强行挂断 第二次直接无法接通 打电话的时间在早上七点钟 法医推测死亡时间 在六点到八点之间综合推测 读到电话时凶手正在杀人 先挂电话 然后关机 关机之后残忍逆死于其 确定了凶手的死亡时间 男主忽然把目光对准熊大 熊大和死者约定毕业就结婚 又是警局内部人员 有机会接触到配枪 熊大的表情有些阴沉 结婚前自己忽然收到 小真理的分手短信 联系之后 却发现小真理三天没有回家 对方家人明确表示 小真理电话报了平安 但谁能想到 37天后 女友竟然离起身亡 尸体被折磨的面目全非 甚至无法根据面容辨别长相 那天往后 熊大立志成为检查 诚恶扬杀 杜绝此类事件发生 熊大忽然露出了 冲心疾首的表情 男主见状也不好继续接伤疤 同时明智这边获得关键线索 酒店监控记录了 凶手劫持一起的画面 对方深陷高大 风衣和帽子和剑持 竟然是同款 明智无奈皱眉 尽管内心偏向于大叔 但绝对不能因为 私心而挑战警署的公平 明智认为 凶手必定经过严密策划 很可能大叔会有生命威胁 医院这边 读导忽然收到 死刑执行官的威胁短信 三年前的案件 不该如此草率 警局内部有我的人 我们会递天行道 将你判处死刑 读导的手机出役 才刚买了2000 知道号码的人只有三个 黄毛 鱼奇 剑持 读导认为 凶手必定是袭击自己的大叔 于是离开医院准备避难 明智却认为 此番推理有些不太严禁 凶手在杀害于提时 必定记下了独岛的号码 允许凶手是我们想不到的那个人 第三天 男主认为 凶手的下一个目标 很可能就是黄毛 黄毛丝毫不领情 直接痛殴男主 黄毛出声嘲讽男主 反省 悔过 律师给他忏悔书 深情必忘朗读出来就行 留下鳄鱼的眼泪 欣赏被害者家属的愤恨表情 日本真是天堂啊 二十岁才是罚定的成年人 早知道自己提前回国再杀一个 黄毛扬长而去 远处的胡森律师早已等候都市 第二位死者出现了 溺水身亡 火海葬身 水星和火葬都是小镇里经历过的折磨 难道 凶手的杀人手法 是在还原三年前的作案 熊达立刻赶往现场调查案件 起火装置被埋在了汽车砂石下 车辆附近藏有大量汽油 草丛中发现了遥控器 疑似引爆装置 遥控器上出现了大叔的指纹 熊达立刻下达命令 确定在逃刑警剑持 是目前最大的嫌疑人 男主圈明日的发现问题有些不对 如果凶手用遥控来引爆汽车 根本就没有动机把作案工具留在现场 车底布满汽油 花儿引之 只需要朝车底扔个火种 爆炸就能发生 当时距离车辆最近的胡森也有作案嫌疑 胡森当然不认同男主的推测 如果自己的上车时间提前两秒钟 这次死亡事件的遇害者就有两个人 我们为什么不换一种想法呢 凶手的目的是给三年前的死者复仇 甚至复刻三年前的折磨手法 除了三位犯人 当年帮助犯人辩护的律师也在惩罚范围 也许凶手此番是想干掉黄毛和胡森 事情开始变得越来越复杂 三个小时后 逃命独岛面前忽然出现一位封衣男 另一边 手枪 监控 指纹 知晓电话人员 所有证据全部指向最大嫌疑人 仅局即将全程通缉坚持 这个结果令男主无法接受 如果发布全程通缉 就算事后证明大叔是清白的 大叔也不能够再当警察 仔细看一下遥控机上的指纹 虽然匹配程度完全一致 但只有手指没有手掌 遥控机的重量必定需要双手依附相持 摇杆上甚至都没有指纹 男主认为 大叔在无意识的状态下 被凶手强行留下手指指纹 从指纹的分泌物来看 大叔此刻应该没有生命危险 可一旦警方发布了通缉力 大叔失去了利用价值 很可能会被凶手残忍灭口 四个小时前 胡森律师的话让男主灵光一闪 凶手的真实目的就是复仇 如果从凶手的视角来看 需要复仇的对象并不是只有三个人 帮助犯人辩护的胡森律师有罪 案件负责人坚持也有罪 凶手要杀五个人 男主的推理再次引起雄大的不满 从枪击发生之后已经过了三天 男主和明智却始终模糊自身定位 目前所有线索全部都指向坚持 为何男主却频频相护 曹总干确实没有指纹 但如果凶手在第五层 用千层柄思路打心理战呢 以剑持丰富的探案经验 故意留下一些破绽 不就能够巧妙洗清自身嫌疑吗 明智因为身朝看了熊大一眼 从此刻开始 身为检查身份的他 会把剑持列为第一嫌疑人 所有调查流程全部按规矩办事 相反 男主必须成为艰险剑持是无辜的少数人之一 男主从自身视角进行推理 双线同步进行 留给男主的时间只有一天 一天之后 警署会向外界公开剑持的犯罪嫌疑 三年前的残忍命案 犯人被自诩正义的执剑人制裁 无辜大叔生死不明 正义之魂迅速燃起 警局忽然收到独岛电话 对方发来求救信号 警方立刻定位独岛手机信号员 无奈范围确实有点太大 独岛说自己刚才收到了恐吓短信 如果凶手就是剑持 那么剑持的手机必定再次开机 果不其然 剑持不仅开机 二人的信号源也出现了重叠范围 警方立刻前往信号重叠区域 男主心中萌生出了不响的预感 男主立刻死和电话录音 在6分12秒发现了金属碰撞声音 声音的频率相同 间隔稳定在12秒钟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 这是在投球机上的发球训练 目标地点在棒球训练中心 经过仔细调查 只有5楼的废弃楼层被人反锁 管理人用钥匙打开了房门 却依旧无法推开 熊大一马当先率先破门 果然眼前出现令人震惊的一幕 手脚被捆 麻绳勒住脖子 凶手复刻三年前的上吊刑罚 独到的身体还有温度 明智立刻开展救援 心肺复苏家AED专业救援 如果再晚来30秒钟 唯一的目击证人独到必死无疑 与此同时 角落出现的声音让人头皮发麻 本次犯罪现场是密室杀人未遂 房间被沙发从内部毒死 窗户无法通过 现场只有受害者和剑职大叔 经过调查 大叔在两天前和独岛相见 之后行走过程中失去了意识 手枪 监控 指纹 案发现场 大叔对这些证据没有任何的印象 不禁开始自我怀疑 因为三人的死不悔改 难道自己在潜意识中策划了复仇案件 男主敏锐地发现 当得知独岛差异点就死亡时 大叔的脸上竟然露出了落寞的神情 男主决定立刻调查案件 目前还有两个问题尚未解决 一 手枪 监控 指纹 水行 所有事情都是大叔所为盲 二 密室手法是如何完成的 第一位死者 酒店复刻残忍水行 水流放满水时至少需要20分钟 根据通话记录进行判断 第一通电话被人刻意挂断 第二通显示关机 手机很可能是被行凶的凶手挂断 必须仔细调查不在场证明 嫌疑人胡森 案发当天在接待客户 绝对完美的不在场证明 从大 枪件发生之后 在警局加班到天亮 人证监控齐全 更加完美的不在场证明 扫奈 七点钟便没有不在场证明 但七点十分出现在了学校 从学校到酒店至少削20分钟 因此排除嫌疑 所有人都有完美不在场证明 案件开始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此时名侦探美学忽然打来电话 男主灵光一闪 原来如此 所有人的不在场证明 全部失效 男主继续死磕电话录音 重复播放恩加一遍之后 某个细节引起男主关注 注意 这个细节 我用原篇的方式展示给你们了 男主在录音中发现了重要线索 原来如此 凶手竟然是他 案件最最重要的是 吊手密室之谜 也是最后一个 无法被解释的谜团 大门并非被锁住 而是被沙发堵住 无法开启 废弃楼层没有任何的家具 不存在可以垫脚的东西 独岛被发现时 脚尖距离地面30公分 80公斤的体重 基本排除女性作案 窗户只能半开 最多只能伸出一条胳膊 完美的密室 男主头疼不已 突然 男主发现走廊竟然异常干净 荒废半年以上的楼层 竟然连地毯下方都没有任何灰尘 难道 答案隐约浮现在脑海中 却依旧缺少某个关键环节 留给男主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明天之后 大叔将被定罪 当晚 明珍看美雪再次上线 如果没有美雪的话 今天一的功力至少得减半 美雪拿出了一份年轮蛋糕 特殊型装让男主突然领光一闪 原来如此 无法解释的密室 隐藏极深的凶手 见识大叔的疑点 谜题全部解开了 深夜 医院火灾警报器突然启动 男主等人联盟赶去支援 混乱中 难以置信的一幕出现 大叔手握尖刀 竟然对准毒刀 毒刀满脸金后 声称大叔要干掉自己 男主立刻上前戳破谎言 如果大叔要杀你的话 为什么这里反而是大叔的病房呢 凶手的身份已经水落石出 这是一场完美的栽赃假户 以被害者的身份演戏 甚至不惜赌上自己的性命 自取天衣无缝 但百密终有一书 男主开始最终揭秘 一 本案最最重要的谜团就是密室之谜 案发现场没有发现任何工具 如果凶手是伪装成受害者的毒盗 他如何把自己吊起来的呢 很简单 过于整洁的走廊暴露了凶手的杀人手法 走廊明显被人精心打扫过 目的就是为了伪装杀人手法 案发现场有6米长的地毯 只要卷起 高度刚好在30公分 打扫走廊的目的是为了掩盖踩踏物的存在 如果飞鞋楼层灰尘较多 卷起的地毯势必会被发现 踢开的瞬间如果没有对整齐 也会被人发现地毯的位置出现了改动 凶手利用沙发 堵住门口营造了密室 把双手从身后靠住 用自己为右耳设计圈套 成功把嫌疑导向了剑池 二 手枪 监控 指纹 这些不入流的操作手法太过简单 第一天并不是剑池主动去见独盗 而是独盗主动邀请剑池 独盗可以挑选了一个天气炎热的日期 可以选择一家只能步行前往的咖啡店 桌面自然摆放了一杯冰水 又累又热的大叔一口喝下 完全没想到冰水被人投放了安眠药 至于把地点换到公园长廊 言语挑衅激怒坚持 只是为了等待药效发作的时间 等大叔失去了意识 软禁夺枪 自导自演枪击案 制造第一个遇袭案件 借用服装 恐吓心 自导自演的电话 完美不在场证明杀害了于奇 采集指纹 留在操纵器 杀害黄毛的同时 又放大了嫌疑 最后自我绑架 以自己的生命为赌注 坐实杀人嫌疑 整个过程中 独岛演技逼真 却犯下了致命失误 某个不起眼的小细节 甚至可以说是口误 无形中成了破案关键 电话中 独岛曾经说了这么一句话 独岛离开医院的时候 黄毛并没有被杀 警方完全封锁黄毛遇害的消息 那你为什么使用他们而字 第三点 凶手完美的不在场证明 于奇的死亡时间 在上午的七点钟 独岛先后拨打两次电话 这两次电话 故意当着男主很明智的面 目的就是为了营造自己的 不在场证明 同时 所有人都忽视了一个重要可能 拨打电话的操作 是凶手完成杀人的必要手段 美学打电话时男主发现 手机在震动 如果把独岛三连接手机 震动的瞬间 手机掉落死机 独岛三完美堵住水口 独岛此刻才开始蓄水 与其在绝望中迎来死亡 整个过程中 大家犯的最最重要的失误 就是没能想到 遇害者是凶手的可能性 某种意义上来说 这是凶手策划的完美心理陷阱 手法证据二合一 独岛仍想狡辩 胡森却突然跪地忏悔 故事是这样的 女神还真正的主犯是黄毛和于琪 独岛只是被托下水 独岛家是小型医疗器械生产商 绝大多数的订单 都源于黄毛家的医院 以此为由 黄毛经常欺负独岛 甚至把独岛的出租屋占为己有 长期的欺辱之下 男孩只能努力读书 企图改变这一切 某天 独岛在咖啡店温习书本之时 一个天使般的身影忽然出现 小真理 女孩明媚的笑容瞬间 扫去了所有的阴霾 二人交谈甚欢 临前前 男孩把可爱的钥匙链送给女孩 但万万没想到 如此温馨的一幕 却被窗外的恶魔看到 第二天 小真理忽然离奇消失 独岛一开始认为女孩可能是生病 也没有太在意 三十天后 独岛心中隐约出现了某个可怕的猜想 那天 黄毛和于琪的表情太过善人 独岛鬼使神差 走向了粗租屋 窗边的女孩看到了熟悉的身影 逃生天窃 竟失足坠落 当场云密 女孩的尸体说明了一切 她被两个恶魔折磨了四十多天 面目全非 很难辨认 浑身赤裸 却看不到一处完好的肌肤 独岛对黄毛二人拳脚相加 直接被黄毛批威 虐待的房间可是在你家 此时你能够逃得了干系吗 就算你说不知情 但一个多月都不回家 警察根本就不会相信你的 如果你今天不出现 女孩不可能会逃命 严格来说 你也是我们的共犯 不 你才是主犯 独岛当时脑子一片混乱 如同行尸走肉一般 帮忙处理失急 黄毛用医疗订单威胁独岛 承认主犯身份 男孩想到了父亲的生意 想到女孩在最多瞬间绝望的眼神 对呀 他肯定以为自己才是罪魁祸首 毫无生机的男孩丝毫不挣扎 决定承认所有罪行 帮助父亲还清债务 讽刺的是 内阁和女孩唯一的交集 最终成了决定性的证据 剑持大叔认为独岛肯定是第一嫌犯 独岛承认入狱 但在入狱期间 黄毛不仅没有履行 帮助父亲公司的承诺 甚至切断了独岛家的所有订单 父亲破产 家人疑似自杀 下落不明 醒悟过来的独岛 把一切真相全部交给律师 希望把这封信寄给剑持大叔 但律师的女儿生患重病 目前在黄毛家的医院接受治疗 律师为了女儿抛弃自己的职业道德 事后直接毁掉信件 信件时辰大海 独岛待遇中认为剑持也是毫无正义的人 出狱后的独岛有三位复仇对象 黄毛 于奇 以及对真相视而不见的大叔 真相问世 独岛认下所有 留下了悔恨的泪水 男主迷迷中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 这么一个完美的案件 绝对不是你一个人可以想出来的 那个给你灌输犯罪计划的男人是谁 用脚趾想都知道 这个人只可能是地狱傀儡师 高允姚依 结尾 独岛伏法认罪 男主事后找到遗物钥匙后 轻轻转动弹簧 独岛气不成声 原来那个女孩一直在默默地守护自己 她相信自己不会伤害她 看着痛哭的男人 今天已满意地点了点头 胸前的红脸睛更鲜艳了 见识警官忽然收到密案信息 毫不犹豫开展调查 男主非常欣慰 大叔的正义感绝对不会杀人 好了 这一期到此结束了 补充一个漫画小细节 律师说出真相并不是因为良心发现 而是他的女儿虽然得到救治 但仍然病死 本案的原形是89年 林奈水泥杀人事件 真实案件 往往更让人头皮发麻 这里简单说一下 防止有些小伙伴听完这个故事难受很久 被害人是齐一县的17岁高中生 监禁时间长达41天 女孩的尸体被水泥封在了油桶中 案发现场堪称惨烈 尸体面部骨折 胸口插有钢针 四肢被烧伤 下体留有玻璃残渣 口腔和胃部出现了强力胶 鼻腔处被塞满了蜡油 看这个案件的时候可以气到浑身发抖 被害者女孩回家路上被不良少年抢劫 随后被A某关在了D某的家中 你没有看错 就是A某 因为日本的法律对未成年有保护 所以只能用A某B某进行替代 A某交上自己的小伙伴BCDEF某 对女孩轮番玩弄 期间几人威胁女孩致电回家报平安 平均五天三通 随后是更加令人发指的欺辱 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图片的击中 逼迫吃蟑螂 在众人面前脱衣 用打火机烧脚底板 用直径三公分的钢筋和玻璃瓶 塞入下体 腻在水池中几乎休克 在钢门处燃方爆竹等等等等 在整个过程中 几位未成年一直给被害人希望 我们玩够了就放你走 乖乖听话 被害人一直抱着求生的希望 他坚信自己能够继续活下去 但完全没想到 恶魔是不分年龄的 殴打致死之后 被砌入水泥中 扔在了某个公园中 本案发生之后 在律师的帮助下 几位未成年最终以伤害致死被取诉 而非谋杀 这他妈不是谋杀真是干你娘 主犯被判二十年有期徒刑 其余均为十年以内的不定期徒刑 就连检察官都表明 这是日本犯罪史上罕见的重大凶恶犯罪 没办法 他们还只是个孩子啊 出狱之后 这些未成年改个名字 继续过他们的生活 值得注意的是 出狱之后 三位未成年再次犯罪 未成年人保护法 某种意义上成为了保护犯罪三 这个案件千万不要带入受害者的社交 希望 绝望 会让你们崩溃的 也千万不要带入受害者家属 因为你们会觉得 他们都不死 简直天理难容 如果真的想了解 就去网上搜一下 其中闭谋的笑容 让我现在都记忆深刻 恶魔的笑容令人大喊 相比于真实事件 漫画中还是保守太多了 如果了解背景故事 会觉得黄毛和鱼琪真的该死 好了 下一期 小伙伴推荐的天草财宝杀人世界